新浪娱乐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 欢迎肖战 那作为微博之间的老朋友,这次带来有哪些新的感受? 新的感受? 好多人啊 对,好多人 很热闹,好久不见的热闹 有关注到网友们其实给19年,什么20年,21年,或者22年 就是每一次的好像接受我们专访都结了一个对比词? 有注意到吗? 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记得 我记得每年的专访的样子 那目前为止,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微博之间有给你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 什么细节呀,嘉宾之类的 我刚刚那个对于那个山地起火那个事件的演讲 我非常的动容,很感动 因为跟我的家乡有关系,重庆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明白,今年有哪些想要尝试的新预约和新工作? 我觉得新工作的话,对于我来说还是可能 重点在拍戏吧 嗯 所以还是要专注在拍戏影视方面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这样是三月底嘛 就等于2023年其实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哎呦,您说还真是啊 是 有哪些年初立下的小目标已经实现了吗? 小目标,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把每一段工作都做好吧 所以其实今年开始已经完成了一些我觉得想要去好好完成的工作 那有哪些目标还在继续努力中? 比如说拍好戏 了解,那我们可以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整理了 去年跟肖战有关的一些热搜 OK,好 OK,那我先撕第一条 我们跟你刚才说的有关 对,看看啊 肖战米兰探店黑西装随拍 对 哦 其实这次去欧洲参加时光中上了好多热搜 这次欧洲之旅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哎呦,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有一些三年前去的地方故地重游啊 其实有一些当时的回忆跟当时的感受跟现在当下的感受的一个差别 嗯,之前的记忆对我发起了一个攻击 是让觉得自己有了变化还是什么? 呃,让自己觉得说成长了吧 嗯,明白,那我们可以下来修第二个 好 是相关的 我来看看啊 嗯 肖战西装背头造型 哎呦 这倒是大家也很关注 嗯 自己平常日常有没有很喜欢的穿搭 我自己平常的话我觉得比较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嗯 舒是第一名 嗯 所以其实不太会在意那种 不太,不太,平时还真不太会在意 嗯 明白 那我们科里斯第三个 诶,不太一样 肖战说圣阳是平行世界的自己啊 哦,对对对,因为当时在拍那个《焦阳伴我的时候》 呃,我就觉得圣阳其实跟我自己很像 首先,他从事的那个职业 是我之前的那一份职业嘛 老本行 呃,其次是他的成长环境 呃,也跟我很相似 也是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 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爸爸妈妈都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温暖 嗯 其实作为演员这些曾经饰演过的角色 会给你留下哪些印记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吧 我觉得这个是演员跟角色之间相互相成的东西 嗯 有可能演完哪个角色 然后改变了自己某种习惯或者心 比如说我演完《圣阳》之后 因为刚刚演完没多久嘛 我觉得我现在性格比以前要 要怎么说 要要要要要 温暖一点 嗯 对,要温暖一些 嗯 之前也挺温暖的 就是不一样的温暖吧 可能是那种小狗式的温暖 狗式的温暖 这是什么温暖 其实刚才前面也提到了 可能故地宠友的时候 在欧洲也觉得自己经历了成长 没错没错 作为演员的肖炸 就这么多作品 让大家看到之后 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的印象 我觉得其实 口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力量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 然后自己去发现这个成长 嗯 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我觉得 明白 给我们打了 卖个弯子 没错 来,我们第四个看一看 好 肖战 肖成生 哇 这么简单粗暴啊 这个都很快上热搜 这又快上给你一副作品 没错 没错 这个角色呢 其实也很不一样啊 他是比较 比较跟我本人其实差的 还有点远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北京长大的一个 北京小爷 大院子弟 他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人 但是他更多的其实通过某些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暖心 可能他是觉得我照着我的兄弟 然后我要为我哥们两肋插刀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 嗯 我在想男人眼这种觉得会不会自己很过瘾 就是有点那种 对对对对 会会会 特别是那种 大场面 然后为自己兄弟出头 出完头觉得 哎 当大哥也不错啊 哈哈哈 其实自己最近就除了在拍自己的作品之外 有追那些巨物的电影吗 很多很多 嗯 国产的电影的话 我在春节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在拍戏 然后偷 抽空 偷偷的去看了一下深海 嗯 我还蛮喜欢的 嗯 很多人说你看了就是深海会大哭 会有情绪波动很大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 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嗨 海报 就是关于 当然我那个是关于自闭症儿童 所以其实当时有做一些小小的了解吧 嗯 所以当我得知这个深海有类似的这种题材的时候 而且也是国曼 呃 我就想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看完之后还是很感动的 我觉得 嗯 有想要去尝试个悬疑啊 或者 有啊有啊 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种惊悚悬疑类的 嗯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你现在听不过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粉丝其实也在期待会演一些文艺作品 或者拍一些文艺片 嗯嗯嗯嗯 你知道你自己会考虑吗 当然 我觉得只要是好的剧本 然后能打动我的角色 我我都OK 嗯 所以作为演员的肖战的话 下一步的目标是怎么样的 下一步的目标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就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吧 嗯 没有什么很大的目标 我们可以撕下一个看一看 对 兜兜的 肖战米兰时装周社交直拍 哎呦 其实想要就是生活社交类的问题 啊 就是因为 其实我是一个社恐 对我我真是一个社恐 我不太属于那种能跟主动发起跟别人聊天的那种人 对对对对对对 那像你今天这个场合会微微有一点压力吗 也不是压力吧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 有点不自在 会有一点点 一般会怎么消解 或者让自己很快的就是 坦然自若 嗯嗯 深呼 深呼吸 嗯 深呼吸 嗯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不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有 比如说明天可能有很多自己能休息的时间 一般会选择 干什么 我会选择健身吧 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健身 对 健身这个是雷打不动的 嗯 还有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会把最近 奥斯卡不是刚举办完吗 把里面的那些作品都拉个看一遍 嗯 对 有排序吗 都最少看的 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也看过了 比如说那个 杨子琼老师演的那个电影 我其实已经看过了 对 然后想看看那个最佳男主的那个吧 金 嗯 对 有时间的话 嗯 那我们会是下一个 刚才其实有小小提告 看看啊 对 肖战在意大利吃川菜 哈哈哈哈 这个事情呢 其实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巧合 是我们到了佛罗伦萨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 在国外已经待了很多天了 然后我天天都吃的是国外的食物 导致我的胃 其实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 然后所以 然后那天佛罗伦萨又下大雨 然后又挂风 然后我穿的很少 所以我就 我感觉我要挺不住了 正巧呢 拍摄团队的老师们 就跟我说 哎 你知道佛罗伦萨又下 特别有名的川菜 我说真的假的 好吃吗 它特别好吃 我给你订吧 然后他们就给我们订了那个川菜 嗯 然后就这样吃上了 我在国外的第一顿川菜 是不是发现那条川菜的idea 啊 没问题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其实我们就想问 如果就是特别累 或者自己情绪比较低沉 像身体有不适的时候 一般会选择干什么来放松 都已经不舒服了 还要干什么 那就 那就好好躺着呗 休息 对休息吧 我也是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 你的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 别逞强了 就真的好好休息一下 给你的身体缓一个劲 缓口气 因为刚才有提到最近在坚持练健身了 对对对对对 在微博上也看到晒出了很多运动 自己会最喜欢哪一种 那你要说最喜欢的运动的话 可能最近在尝试的网球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因为刚才有提到可能雷打不动的健身 这算一个肖战的日常吗 现在算是一个日常了 当然也是为了自己 在演戏方面有一个更好的体魄 身体更加的健康 所以最后就还想问一下 比如说在健身 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食嘛 平衡他们俩对你来说算很难吗 其实不难 其实不难 我现在健身反而是可以吃东西了 对像以前拍古装的时候 会比较严格一点 就不太吃一些碳水 然后高热量的东西 现在教练反而是鼓励我说 你多吃一点吧 如果你不吃多一点的话 你就长不了肉 长不了肌肉 他就提不了代谢 对 其实健身 如果你科学有效的健身的话 是不会让你就是变胖或者怎么样 我知道大家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嘛 其实如果你是科学的健身的话 在你的摄入量 跟你的消耗量 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正比的情况下 其实是不会有那种情况的 我觉得我可以送给粉丝这些减肥的小提示 对 我是觉得大家减肥 千万别通过 就不吃 通过这种饥饿的方式去减肥 其实 我会觉得是对身体的一个伤害吧 大家准备好看